1. 作者 白日放歌 演播 穆斯韦 墨语金金 第2708集 这上面除了有关于纳木错湖泊 概括性的介绍之外 还有其形成演变流域特征的介绍 由于信息博杂 数据庞大 昌凡看得有些头大 他不得不又往后翻了几页 很快 他便找到了让他感兴趣的地方 在这纳木错湖泊的范围之内 有适合龙虚草生长的地方 这个适合龙虚草生长的地方 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而是不断移动的 书中记载了几种移动的规律 这可以大大的帮助寻找之人 确定适合龙虚草生长的地方 这里面的内容有一些繁杂 需要张繁耗费大量时间 再去研究 眼下谭光明和小青过来做客 可不是他用来研究这个的合适时候 放下那本翻译资料 张繁冲小青笑道 小青啊 听说你最近发了大财啊 没有没有 的确是赚了些钱 比以前的生活条件好了不少 距离发大财还差得远呢 小青有些谦虚地摆了摆手 对了张先生 前两天我偶然间收到了老物件 我看着好像你们的悬门浮禄 给您看看 没问题 带来了吗 带来了 就在我包里 小青一边说一边从包里面拿出了一个卷轴 递在张繁的手里 张繁缓缓缓地卷轴展开 里面装表的正是一张浮禄 那浮禄上散发着一股淡淡稻气 由于年代久远 黄浮纸的颜色都变得淡了几分 张先生 这是你们悬门的浮禄吧 嗯 是的 卖给我这浮禄的人说 这张浮禄有三百年之久 可以当成古董收藏 以后一定会升值 我看是个老物件也不贵 就三万块钱 就买下了 小青自顾自地说着 张繁在浮禄上再次打量 看着小青问 你在哪碰到的卖这个的人呢 前天我和我一个闺蜜去逛街 她老公喜欢鸟 在路过花鸟市场的时候 她想给她老公买只鸟 所以我们两个就进去逛了逛 花鸟市场除了卖花卖鸟的 还有卖手工艺品和这种不知道是真的 还是后世纺制的所谓古玩的 她买完鸟之后 看上了这位摊主摊位上摆放的一尊青铜佛像 便买了下来 她问我有没有喜欢的东西 让我也挑一个 我没什么兴趣 而且感觉都是假的 所以就没挑 那个摊主老太太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 跟我说她有个祖传的好物件 只是价格有些高 她一边说着 一边将东西拿了出来 就是这个 我闺蜜看到这东西和我说 这可能真是个老物件 我询问了一下老太太价格 再加上我闺蜜的工为 说也就是我三天的利润 真的是老物件的话 我一定赚到了 所以我就把这东西买下来了 小青把整件事情都给讲述了一遍 张帆看了眼两人 你们两个知道这是什么符吗 看到两人都是摇头 张帆继续说 这符录名叫窃灵符 这窃灵符的作用 便是可以窃取你们的三魂七魄 可以让你们或是变得吃傻 或是死亡 什么 小青满脸都是惊骇之色 谭光明的眉头 也是紧紧地皱起来 从这窃灵符里面 所蕴藏的法力来看 只要在你们家放上十五天 你们两个至少 会被窃掉三魂七魄之意 如果是被窃取了魄还好 不至于致命 可如果被窃取了魂 即便不死 那也是植物人 谭光明和小青文言 都是吓得脸色煞白 眼神空洞 狠狠地咽了一口唾沫 多亏今天来张先生这儿了 这要是晚上一些时日 恐怕咱们都见不着张先生了 你这个闺蜜 和那个贪主老太太 应该有问题 等咱们吃完饭 就去解决这事 彻底解除这个安全隐患 唉 张先生啊 真是麻烦您了 谢谢您张先生 咱们是朋友 我做这些事呢 就好像你帮我翻译一本资料一样 谭光明文言一笑 也没再辩驳 虽然没有辩驳 但他心底很清楚 张凡对于他的帮助 可比他对于张凡的帮助 要大得多了 如果少了张凡 他很可能会丧命 而张凡少了他的帮助 并不会影响什么 只多不过是 少得了一件物品而已 随后三个人便开始闲聊 半小时后 饭菜送了过来 三人吃完饭 张凡让小青 给他那个闺蜜打个电话 找个借口把他约出来 再去花鸟市场转转 小青的借口 让对方难以拒绝 所以他很快答应了 小青打车直奔花鸟市场 张凡和谭光明则开车 在后面跟着 十多分钟之后 三人便到了花鸟市场 张凡和谭光明 并没有下车 他们眼看着小青 跟一个身材高挑 留着大波浪 模样不错的女孩 走在一起 两人一起 从正门走进了花鸟市场 张凡和谭光明 正在下车 跟在小青 和那个大波浪女孩后面 在来之前 张凡便和小青说好了 让小青直接 跟那个大波浪女孩 去那个老太太摊位 把两人弄在一起 这样不至于跑了一个 留下安全隐患 另外也更加节省时间 走了大概有七八百米 小青和大波浪女孩 便在一个摊位前驻足 而那位摊主 正是一位老太太 这时候 小青背过手 笔划了一个OK的手势 看到这个手势 张凡便静止走了过去 谭光明 紧随其后 两人刚在摊位前停下 大波浪女孩便回头 看到了谭光明 只见 那女孩对小青说道 你们家老谭来了 你们两个在这儿 不期而遇 真是心有灵犀呀 不是不期而遇 是我让她 跟着一起过来的 小青眼角低垂 声音低沉地 望着大波浪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你的收听 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留言 请不吝点赞留言